這新聞在科學界鬧得沸沸揚揚 當然就值得我們做一下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這次來講的是Super Conductor 那我們就先講一下Conduct這個字 這個字叫做 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不同的翻譯 你如果進行一個實驗你也可以用Conduct You conduct an experiment 你如果在指揮一場交響樂團的演出 你也可以在Conduct 所以Conductor就是指揮指揮家這樣子 那在這個物理學或者說我們這種電學裡面 Conduct就是導電 所以Conductor就可以翻譯成導體 那Semiconductor就是半導體 或者叫Semi大概可以 Semi Semi 不過我多半聽都是Semi就是 Semiconductor 然後Super Conductor就是超導體 所以我們今天在探討了 就最近在科學界發現說 這是科學界的Holy Grail 就是有人發現了有一個超導體 是在室溫下就可以導電 就可以運行的這樣子 就有超導的功能這樣 所以我們剛剛講一個是Holy Grail 這個是有時候在各個不同的領域裡面都會用上的一個字 像科學界 就我們講說這個電學界 他們這個集集營營很努力想要找到的一個東西 所以在各個領域裡面我們希望能夠找到那個超棒的東西 然後大家都找不到 花了很多年 我們就會說那個東西是一個聖杯 Grill這個字就是杯這樣 杯子的那個杯 那他的典故其實來自那個耶穌基督的那個最後的晚餐 用杯子喝什麼東西幹嘛的 然後反正是神聖的一個杯子Holy Grail 所以他們認為如果真的找到了 在室溫下就能夠超導的一個材料的話 那就是找到了Holy Grail這樣 OK 所以 找到了沒有 所以很多科學家其實現在還是Skeptical 也就是還是保持一個懷疑的態度的 有關於這個大家的就是好像南韓科學家發現的這一個 Superconductor 所以這台加了一個supposed 他被認為是一個超導體的一個突破 被認為是 因為還沒有確定就是被認為是 所以這篇文章探討就是為什麼 專家們還是對於這個被認為是超導體的東西 感到覺得還是懷疑的 So why experts are skeptical about that supposed superconductor breakthrough 這樣子 OK 所以下面這邊就講到了這個他大概 我這新聞已經看了 因為這裡事實上已經不是說 這上禮拜的東西大概是 所以是July 22nd 所以7月底的時候就已經 7月中喔 中底的時候就已經發布出來了 So他怎麼合成這一個認為可以超導的這個材料 那合成呢這邊用的就是Synthesis OK So they published a paper announcing the synthesis of what could be the world's first ambient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 所以這個Synthesis是合成 我們算是蠻常看到這個字 那他的這個形容詞是Synthetic 像我們常在講這個人工纖維 我們就Synthetic Fiber 那還有Photosynthesis就是光合作用 所以你知道能合成嗎這樣子光合作用用光來合成 所以他們合成的這個被認為是第一個世界上的室溫下就能進行的超導體 所以這個室溫大概是兩個字 我們看比較fancy的大概是ambient temperature 這個ambient就是環境的 所以我們現在環境音 例如說我在家裡面能夠聽到街上的車聲 那也算是環境音 那聽到隔壁洗澡的水龍頭聲 那也算是環境音 ambient sound 所以ambient temperature 室溫 那另外一個用詞是room temperature 所以這也可以換成room 那這個比較好理解一點點room temperature 那甚至他還說他在就是一般的室內的這種環境的壓力下 一般的大氣壓力下 所以還有一個詞叫做ambient pressure 這樣子我有看到 OK 所以他需要在這兩個環境下 兩個條件下他都能夠正常的發揮超導的功能 那就真的找到了超導的材料就很屌 所以他另外一個很大的重點是這個 如果他真的是環境就是在進行超導的狀態下的話 他還是會有那個抗磁反應的 所以說他能夠 所以像磁浮列車就是一個超導體的應用這樣 但我們一般的傳統理解是 你如果一個東西要有那個 真的要能夠有superconductivity的話 他必須是在極低溫的狀態下才能夠進行 所以為什麼如果room temperature能夠使用的話 這非常的可怕 非常可怕 這非常的了不起 因為我們現在的電纜線啊什麼那些的 其實都是有著這種就是沒有超導的狀態 所以也就是說他們在傳導過程中 所以失去掉很多的energy 所以如果今天能夠超導的話 就是這個電阻基本上就零了 所以那個電過去就不會有任何的損失 所以我們在電的傳輸上 就能夠到達非常了不起的這個功效 他就他的efficiency就非常夠這樣子 那同樣的在我們一般使用電腦裡面或之類的 那以後那要是他真的能夠有這個 超導的功能的話 那我們這些電器我們就不會發熱了 所以你什麼散熱設備都不需要了 因為他不需要有散熱的功能 因為他根本就不會變熱 那你吹風機用久了會變熱 那是因為一樣 吹風機是不是好例子 還是用CPU之類的比較好例子 因為他你在傳輸數據或什麼幹嘛 他就會發熱 那要是以後電傳過去都不會發熱的話 那真的就太厲害了這樣子 那問題是這個東西是科學的東西 所以他必須要有經過一個 大家都能夠去重複你的這個實驗的過程 所以你經過你的實驗做了一個結果出來 如果你的實驗不能夠被別人給重複的話 那他就是就不work了 就表示你這個東西是自己可能作假出來的 所以要能夠去重複他 那個詞就叫做replicate 所以我們這邊這一段讀一下 so if their findings are genuine then the implications are huge 我們剛剛說的他的就 implication 剛剛講到了 電腦上的使用 傳輸電的使用這些的 所以這些findings如果是真的 那真的他用的詞是genuine 這個詞我們也常看到 常常用在描述牛皮之類的上面 所以真皮就是genuine letter 這樣子 打一下好了 genuine letter 我們講說你這個很真誠很真摯 所以他的implication 然後面可能導致出來的東西就很了不起 but most experts are skeptical research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trying to replicate and verify the Korean researchers findings 所以的確事業上 各種科學家都想要再試著來replicate 也就是剛剛說的 複製他 ok如果複製出來那表示你們真的成功了 那還有一個字 verify就核實他的這個 我想說這個核實 不是什麼時間喔 核就是核對的核 實就是實際的實沒有錯 他們要來verify他的這個實驗結果這樣子 ok 好然後 這個報導裡說的是其實好像並沒真的那麼厲害 不過 科學家還在進行啊 好像台大什麼之類 我那天因為我在看這新聞 所以我的YouTube又推薦我看一下 台大replicate的這個過程 因為他的時間還做蠻久的 所以好像我在看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出來 所以剛剛有說他還能夠磁浮 所以 a superconductor is a material that can levitate in a magnetic field and conduct electricity without resistance 所以這是一句話講盡了 什麼叫做超導體 the levitate就是浮起來的意思 ok Levitate ok 好 所以他可以levitate在一個magnetic field 所以這個字就是磁場 magnetic就是有磁的磁性的 加一個field就是場地 so magnetic field 磁場 然後呢他能夠 穿過東西 然後沒有任何的阻礙 so conduct electricity 所以能夠導電 而沒有任何的resistance 所以這個 就是這個詞就是阻礙 ok 電阻之類的概念這樣子 好 所以你看我剛說的 當你的那個電線變熱了 那就是因為有電阻的關係 所以像你iPhone充電 或者是你的平常Android的手機充電 充電的時候有時候電池會變熱 或者是電線會變熱 那都是因為他們本身有電阻 所以那裡面那個就是能量的消耗 ok so that's energy that's wasted ok 所以的確是有一些東西是能夠有這個超導的能力的 so there are a number of materials that exhibit superconductivity at temperatures ranging from 4 Kelvin or negative 452.5 Fahrenheit ok for Mercury to oh sorry to 250 Kelvin or negative 9.7 Fahrenheit to lanthanum hydride under high pressures 這段讀的亂七八糟 但我稍微解釋一下一下 所以他舉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 Mercury Mercury就是拱 所以拱呢 就水銀 你如果要水銀能夠有超導能量的能力的話 你需要把它放在 他有一個算溫度的一個單位叫Kelvin 4Kelvin 那4Kelvin 換句話說就是華氏的-452度 那個溫度真的低的可怕 所以水銀要是能夠低到-452度 他就能夠超導 電過去就不會有阻礙 good for you 好棒棒 可是比起 room temperature 低多了嘛 所以從這個到哪個 所以他剛有一個range from什麼 從剛說的4Kelvin -452.5 Fahrenheit for Mercury 到所以這裡是to ranging from something to something 這個結構大家看得懂 到什麼呢 到250Kelvin 而250就是-9.7 Fahrenheit 哇那這個就 這個溫度高多了 離室溫近多了 所以棒多了 所以你想要創造出這一個 另外這個東西 你要讓它超導的話 就簡單多了 Mercury-452度很困難 但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這一定是某種合成的東西 Lanthanum hydride I don't know what this is 但是問題是這個要under high pressures 就要高壓給它 才能夠在-9.7華氏的這個溫度 進行超導 所以你看這是多困難的一件事情 拜託 所以要是今天能夠在室溫下就能夠進行 那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OK所以我們近代這個科學finding 接下來被大家verify的一個結果 那如果今天真成真的話 我們的科技會往前大大的跳一步 可能會是下一個工業革命的開始這樣子 酷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